Hit it That's what I'm talking about Wait OK now From the beginning 各位都是国家队 今天来这里就是国家的援手 来谢谢我们的国家队的声音 现在全世界每个地方都缺口罩 但是我们按部就关 从第一步让瓶子出口 到分配制造产能的60台的到位 会让我们的口罩的攻击 我们各有更多分好 这一次案里面交给经济部60台口罩机 一个任务在今天要完成交机 这60台过期是要做半年啦 6个月啦 你说1个月是要怎么比出来啦 我们的公司就是说这个人物这么大 没来帮部长才可以 3天的假日里面也是一样 我每天都来这里酒啦 酒到晚上10点多啦 我的上班啊 我派副局长每天都来这里酒 每天都到10点多 感谢在座之位 我们公机机业界的老板 工研院 新工中心 还有PMC 赞总经理 感谢我们整部长给我们公机机产业的任务 责任重大啦 但是心里还是一句话很爽啦 第一时间我赖给部长 我们也名利市长也有跟部长这边联络 第一时间他就答应我们来协助他 所以主要部长在平时也对我们产业非常的协助 这个叫做政府与企业接地去啦 我们在这边坐的每个人 对他们身体已经很累 然后腰也很爽 但是每个人坐的都很开心 好像上瘾的一样 这一次在这个疫情的过程中 看出了台湾真正的国力 理事长在讲一件 他说我们平常都是竞争成一团的 可是到了我们必须要传言的时候 大家都传言起来 这就是台湾精神 这个听经济的欧里桑 现在任何听抗议的欧里桑 我有一天在跟周院长讲话 他说他本来打电话告诉这个经济部长 后来听说他前一天晚上在这里 忙到一点多才回去 就不敢打电话给他了 部长是我看来 有史以来最受到产业界支持的 其实做总统的做行政院长都觉得这个部长真好 我们每次开会看到困难的时候 部长都会不及不及的说 让我来想想办法 然后他们回来告诉你说 他可以解决这件事情 虽然那只有几句话了 我知道那又是很多很多人是没有办法睡觉 要持续的工作的一个开始 他为什么有这个信心 因为都是你们给他的支持 台湾这种丰沛的制造能量 将来我们跟国家安全有关的物资需求 尽其可能的留在台湾生产 来保护这个国家 让这个国家更成功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